好了,我们现在应用这个神性情讲道法,我们现在应用这个讲道的方法,用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染若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心机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我们要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预助,就是按祂旨意被照的人 我们看任何经文就去思想,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什么神的属性和恩典,有些时候是直接说出来,有些时候是没有说出来的,没有直接说出来的 但这里说得很清楚的,然后也会讲我们应该做什么 在这个经文里面,首先这里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这个就是神会帮助我们,虽然人的软弱,圣灵在帮助我们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戚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 但有些人就说,我懂得怎样祷告,怎么需要圣灵亲戚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呢 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一点,以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个经文这里没有写出来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可以让你们看一看这个经文 我不能这样拉过来,其实我不去讲了,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应该熟悉这个经文 这个就是说,基督徒能够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是说,基督徒能够做,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圣灵运行,所以我们才能做 就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属肉体的人,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 然后神拯救我们,将这个心的性情放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不停的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 我们才能够懂得怎样祷告 是神在带领我们 推动我们,我们才能够有这些改变 这个我们需要明白,我再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了 我们这个我就改变了,所以我能够做 但圣经说,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 为要叫我们成就他的美意 这是神在里面运行 这是神在我们运行,里面运行 所以我们才能够做这些,才能够改变 我们才能够改变 这是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改变 都是神在不停的运行 这个思想 我们需要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这个意念是要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我们会改变,其实是圣灵不停的 在我们里面运行,推动我们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因为腓立比书2章13节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 我们能够改变是神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明白腓立比书2章13节 我们就明白,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本身没有神的运行 我们不能不懂得怎样祷告 我们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够说 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 不是我们不能够说 就是我们没有这种生命 这种生命的改变 我们有生命的改变 都是神在运行,推动我们 我们越被神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越强 就是说基督徒什么时候没有神 这个运行就没有了 如果基督徒离开神 就没有这个运行在里面 我们今天能够改变 完全是因为神在不停在里面运行 所以我们能够改变 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解释 为什么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因为按照我们的本身 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 是神运行 所以我们能够祷告 是圣灵在不停的带领我们 祂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祂不停的为我们祷告 能够帮助我们的软弱 然后我们就懂得怎样祷告 我现在去解释这个经文 让我们明白这句话 为什么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够祷告 其实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圆没有圣灵的话 神我没有更新的话 圣灵不能在里面运行 我们这种改变是因为神在不停的运行 所以我们就不停的 不停的能够立即行事 我用一个比喻 我用一个比喻 我们就好像这个电风扇 封线还是封扇 封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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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插电就不能动的 这是我们不停有圣灵运作 所以圣经所说的 这个经文我应该找给你们看 我们再看一次这个经文 因为这个经文会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经文 因为你们立即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了成就他的名义都是神在运行的 同时 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我们是与神成为一灵 就是神的灵与我们的灵结合 所以他不停在我们里面运行 我们就能够立即行事 能够改变 所以按照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做的 任何时间基督徒骄傲 神的运行就减少 人不倚靠神 神的同在就减少 所以我们的关系 不是我们 我们的理性 不是我们的理性推动我们 而是神在不停的 推动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做现在的事 所以基督徒 是倚靠神 要进进神 生命就流露出神的作为 但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 有些基督徒 停止祷告了 很懒惰 很少祷告 而依靠自己的 骄傲了 这样神的运作就不会这么强烈 神的在他身上的工作就越来越少 他就越来越回复这个罪性情的情况了 就是有基督徒如果是没有依靠神 没有让神做工的话 神的工作就越来越少 不是说他曾经很属灵 他现在不依靠神还是属灵 不会这样的 这个属灵的力量就减少 从神来的生命也减少 这个祷告的力量也减少 这个亲近神的力量也减少 所以我们是不停有圣灵支持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好像这个差这个电 然后圣灵在里面运行 我们才能够运作 我首先有这个解讯 解讯为什么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按照我本身我们不能够的 27节 见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见察人心的是谁呢 晓得圣灵的意思 这个见察人心的就不是圣灵了 不是说圣灵晓得圣灵的意思 所以见察人心的是神天父 天父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这里说 天父晓得圣灵的意思 圣灵是教着神的旨意 你看到这个互动吗 见察人心的是天父 天父晓得圣灵的意思 圣灵是教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 你看到这个互动 天父知道圣灵的意思 圣灵是不去照着自己的意思 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 所以圣灵的运作也是 与天父联合的 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 然后万世都互相效力 教爱神人得益处 这是安踏起预备照的人 这是所有事情 无论是圣灵、逆境 都对我们有益处 教爱神人得益处 不是所有基督徒得益处 有些基督徒没有亲近神 当他们有逆境的时候 他们就埋怨 他们有逆境的时候就骄傲 没有依靠神 但爱神的人 在逆境的时候就感谢神 在逆境的时候更依靠神 神更能够在他身上做供 爱神就是按他旨意被照的人 就是神按照他的旨意 护照我们 这是很大的恩典 好了 这个经文 我们讲到可以用什么主题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二十六节这个主题 就是说 是圣灵在我们运行 我们才能够有 才能够祷告和有力量 是神在我们运行 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我们才能够懂得怎样祷告 和有力量 好了 如果我用这个经文的话 就是用这个主题 我们是有圣灵在里面运行 我们才能够懂得怎样祷告 和有能力 这个负面的利局 反面的利局是什么呢 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 就以为我懂得圣经了 我记得圣经说什么了 他就记得 他就以为自己很属灵 圣经有些人是 不是神的 他以为自己很属灵 但没有依靠神的话 其实他的生命不会强壮 因为我们靠着本身 我们就没有力量 我们是不停依靠神的运行 圣灵的运行 我们才能够立即行事 是神在不停的推动 所以当基督徒没有与神联合 就好像这个电风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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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这个电风扇 这个电流 变得弱了 就 转了 越来越慢了 就没有力量 他以为可以靠自己 但其实 不能靠自己 这个是反面的例子 正面的例子是 有些基督徒本身的智慧不大 能力不大 但他依靠神的时候 就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好了 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没有能力 因为没有圣灵的话 没有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运作 所以这个经文可以跟腓立比书 二章十三节来讲的 两个经文放在一起 这个经文讲到 我们立即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说我们能够立即行出来 我们能够立即祷告 能够祷告 能够领受神的能力 能够侍奉神 能够爱人爱神 都是因为神在里面运行 所以按照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个能力 神的 首先是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的属性是 他是无所不在 他在我们的里面运行的 在感动我们的 为我们祷告的 他是无所不能 他有无限的能力 他也是关心我们的 他也是有这个能力 在我们里面 凡是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需要的东西 他都知道 都有能力知道 都有能力帮助 好了 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他的恩典是 他救了我们 他不会在天上睡午觉 他不是在天上休息 他是非常的努力的 他进入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他在带领我们 他知道基督徒没有这种生命去依靠神 本身我们没有这种生命 但当神居住在里面的时候 他就运作 在里面运作 这样我们有这个 倚靠神的心 我们就会 倚靠神 他感动我们 倚靠神 他也不停的为我们祷告 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也赐给我们力量 而且圣灵是照着神的意思祷告的 他需要完美的旨意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完美的动力 去从神来的 如果我们完全的让神运作的话 这个完美的神就在我们心里 不停的照着神的意思 意思为我们祷告 他就不停的在里面运作 当我们这样运作的时候 我们也有能力爱神 我们就 神感动我们爱神 令我们能够立即爱神 也能够醒出来去爱神 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将各样的益处嫁给我们 在圣经的时候 他将我们更能够发挥 在逆经的时候 就赐给我们倚靠神的心 我们就能够被提升了 我们就能够在逆经中 都能够得到益处 而且是本来就是神 不叫我们干从神 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 这个是神的 神的这个恩典 属性和恩典 好了 警告 很多基督徒以为靠自己就可以了 反而他们变得骄傲 变得用人的方法做事 他们没有这个 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教导是非常重要 基督徒不能没有神 没有依靠神的话 就是他自己运作的话 这个运作就很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这个按照人的思想就不能明白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可以说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 这个都可以说的 但这是没有这种 依靠神的心 因为祷告不是你说什么话 是我们依靠神的心 才是这个重要的祷告 我们如果心里没有这个依靠神的心 就是说出来的话 这是空口说白话 就没有用的 祷告不是你说出来就有力量 是我们的心依靠神 爱神 亲近神 然后神就能够做功了 这个就是神在里面运行 但有些基督徒不知道 甚至有些人依靠神 都是靠人的力量 这是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智慧的话 就很大的问题了 他们就会去荣耀人 而且去带领人去跟从 不是跟从神 是跟从人 跟从自己 这样的话 他的生命就越来越有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基督徒软弱了 因为他们没有让圣灵带领他们 祷告 没有圣灵带领他们生活 没有按照神的意思 也没有爱神 没有被圣灵感动 好了 如何 如何我们可以与神有这种极度 亲密的关系 依靠神呢 那我们需要明白一点 我们整个主题不同的部分 都需要与这个经文连接的 所以讲到的时候 不要讲一讲这个经文 就马上讲很多东西 你看到我不停的提到这个经文 好了 如何 首先是我们不依靠神这个事 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想依靠神的 就是觉得 我自己做决定 做决定就可以了 我自己能够做 我已经做惯了 所以 有些时候 我们跟一些基督徒沟通 啊 这个方法很好 可以帮助我们生命 他会说 我圣经都读过了 我什么都知道的 这些你是要告诉我 因为他以为靠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 第一 除掉垃圾 记得吗 如何第一是除掉垃圾 第二是怎样进进神得利 第三是实际上怎样行 所以第一 除掉这个垃圾 什么垃圾了 你靠自己 学的自己 我的能力够用 我已经很有能力了 我本身是聪明的人 现在我 懂了圣经 我就不需要不停的 与更 与神连接 阿菲利比书告诉我们 我们是 阿菲利比书阿赵十三家 我们是不停的 让神 在我们运行 我们才能够立即行事 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 是圣灵不停的为我们祷告 我们才有力量 否则我们就是在软弱之中 神的软弱的意思不代表 这个人的意志很弱 他的身体很弱 不是 而且他没有依靠神 这是软弱 在神的眼中 魔鬼的力量也很大的 但他没有依靠神 所以魔鬼是软弱的 因为他所做的都是没有用的 所有都没有用 所以第一方面 我们需要放下这种观念 以为我们不需要软弱神 我们不需要依靠神 都能够生命很好 都能够有力量 都能够做到美好的事情 而用自己的方法 其实就带来问题 为什么天国里面有不同的问题 就是人 太多人依靠自己 太多信徒依靠自己 所以很多信徒就没有这种依靠神的心 我曾经在一个教堂讲到的时候 问他们 你们有多少人在平日有祷告的 举手的人不及三分之一 我看到真的很 真的很惊讶 就是他们没有这种习惯 就是没有自己与神连结的这种关系 所以生命就很软弱了 就没有力量 因为他们没有与神连结 我们需要处理这个 需要真的说 神啊 我每天都是软弱 我毕竟也依靠你才有力量 我每天 不能说 我昨天经济神 我今天有力量 我是每一天 不停的依靠神 我才有力量 当我们任何时间没有依靠神的话 就马上没有力量 就马上变为靠自己 这个人的生命 就会越来越去彰显自己 不是彰显神的 好了 首先清理这个垃圾 没有依靠神 也没有与神连结 没有亲近神 也在困难中 没有依靠神 没有爱神 所以逆境对他有破坏 瞬境也有破坏 因为他会骄傲 好了 怎样亲近神 帮助这方面呢 就是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知道 随时亲近神都有力量 都有平安 都有喜乐 有动力 我就知道 我需要不停的依靠神 就好像这个风扇 他学到这个 教导了 如果不插电 他不能做什么 他已经明白了 所以他会不停的依靠神 亲近神 在亲近神的时候 经历这个能力 就是圣灵在里面运行 不但是有平安 他是在运行 在我们里面做工 所以我们就能够立即行事了 我们就懂得怎样与神连结 怎样有真正的祷告 从心灵的深处 依靠神 靠神得利 然后这个祷告就改变我们的生命 而且就更 跟从神的主义了 因为圣灵是按照神的主义 替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就更能够跟从神的主义 也能够在凡事中得利的 就是在 顺境逆境都能够得利 好了 实际上怎样做呢 实际上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我靠着自己 什么都不能做 其实耶稣 有一句话也是讲到这个 因为你的我 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这是你的耶稣 都不能做了 我们不停的 每一样事情都去 依靠神 我们的生命 是依靠神的 神啊 在我们 求你 在我里面运行 但我们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们 灵修 不去 但是一次 是整天 都与神连结 耶稣 你真好 你在不停的 运作 在我里面运作 我就 让圣灵 继续的感动我 带领我 当我们进去神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意念 我就感谢神 神的心理给我的意念 我就顺从你 神给我的动力 我就顺从你 神吩咐我们做的 我们就顺从圣灵去做 我们也不敢违抗神的命 感动 当神感动我们 帮助这个人 去圣灵带领 现在圣灵给我们力量 你去帮助他 但很多人说 现在不能啊 现在 我有其他需要做啊 现在不能啊 但圣灵说 你要帮助他 因为这个手 是很重要的 他需要你的帮助 然后这个人生从前 圣灵就知道他说 去顺从神 他就会带领他 他就能够 越做越干从神的主意 越干从神的主意 就是照着神的主意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提升了 就一步一步 走在神的路上 挑战 那我们能不能够 就是对神说神啊 我现在明白了 我真的太多靠自己了 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好人了 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啊 而且我以为自己是很要能力的传道人啊 其实我太多依靠自己 所以不去圣灵运作 是我自己运作 所以 为什么从我里面流出来的意义 不是常常荣耀神啊 为什么 在我里面 很多时候都是 啊 入气啊 烦恼啊 啊 青哥人啊 就为什么这么多垃圾了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是神不停的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 在我们运行 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生命 我们有这个生命 就非常的美好 所以 会不会今天就说神啊 我真的需要百分之百 依靠你 我看看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 去依靠自己 以为靠自己就足够了 以为用自己的方法最好 我们有很多地方很固执 很固执就是 啊 用自己的方法 但现在神呢 帮助我 顺服你的带领 你的感动 你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让我顺服你 这样你就能够在我里面做供 成就你的旨意 我就有力量了 但我每一天要你做供 我就有力量 我这个力量去从神来 我不能化药 我只能说这是神的力量 神推动我 我们就发觉这个 我们的生命就提升了 那你想不想这样生活了 嗯 这样生活是怎么样呢 真的是说神呢 不再适用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真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在我们立即行事 所以我更留意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带领 更完全的依靠他 更用神的方法 用神的 就是有怜悯的心 关心人的心 关心天国的心 神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现在我们有短短的打道 就是应用在这样这个 经文应用在这个信息里 可以站起来 感谢天父啊 从这个经文 另外从 腓立语修二章十三节 也从 要换福音十五章 我们看到 因为离了耶稣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知道 我们所做的 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丽 我们靠着自己 根本就没有能力祷告 因为就没有与神连接 这种生命 都是从你来的 所以我们就好像电风上 我们随时随地 都需要你看你 主啊 我们需要你 你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能力 是我们的动力 是我们的指引 是我们的一切 神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 让你完全的做主 不需要自己 因为当我们自己做主 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 就会用人的方法 就会有我们的情绪出现 我们的罪出现 我们的祭司出现 我们来到神面前 福福在你面前 我们完全的依靠你 求你完全的在我们心里做工 让我放下 每一天放下我们的旧性情 我们里面所有的抵抗神的力量 都放下来 我们真的需要你 让你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不停 去从圣灵来的 取以力量 去不停圣灵 将神的指引 放在我们里面 走 用神的方法 走神的路 我们就每一天都有力量 帮助我们 整天都想着耶稣 爱着耶稣 感谢耶稣 让圣灵运作 让我们常常在神的运作里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贵于主 有神真好啊 原来你是离我们不远 你就在我们里面 去在我们里面 不停为我们祷告 不停运作的神 去我们必定不停依靠你 你不停的在我们里面运行 我们才能够为你做伟大的事 感谢天父 我愿意我的生命完全被你使用 完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我的生命就为你提升了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啊 哈哈哈哈 我们就很轻松了 因为是神运作 我们就很开心很轻松 没有烦恼 没有胆子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哈利路亚 请坐 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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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 도贵 还不赞